他是为人熟知的神盾剧局长 他1980年进入影视圈塑造了许多深入人性的角色 虽然大多是配角 但不管什么角色 他的台词三句不理马尔法克 如果电影中的脏话需要屏蔽 那么他的台词估计全程BB 他也由此得了个混号 马尔法克侠 他就是塞米尔·杰克逊 大家好我是亮哥 今天就一起来看这部 塞米尔·杰克逊残言的电影 《夏福特》 1989年 纽约的哈林区 夏福特在车里听妻子唠叨时 突然注意到一辆车停在了他们后方 车上下来两人 一左一右围了过来 对着夏福特就是一轮射击 好在夏福特早有准备 两人是有惊无险 但杀手一轮攻击过后 夏福特打开车门直接射杀一人 然后下车绕到侧房 干掉了另外一人 然后连续射击 打上了车内的小头目 打破玻璃 将这揪出了车外 从其身上 夏福特发现了千面帮的品牌logo 原来夏福特是哈林区的移民警察 为人风流 性格乖张 行事不按常理 不过他正义干十足 对罪犯绝不手软 让黑白两道都为之入虎 也招致了本区最大的贩毒集团 千面帮的报复 妻子受够了这种提心吊胆的生活 带着年幼的儿子离开了他 至此 夏福特就再也没有见过儿子 每年的圣诞节 他都会为儿子寄分礼物 不过这礼物就有点一言难尽了 不说年幼时的奇葩礼物 儿子刚刚成年 他就开始寄什么夜店的优惠券 如教战神 承认杂志之类的 让人非常的无语 期间 夏福特受不了体质的僵硬 早已辞去了警察的职务 开了一家私人侦探所 二十多年过去了 如今他的儿子小夏 从麻省理工毕业 就这一名FBI 是一名数据分析师 小夏敦厚老师 文质彬彬 而且厌恶暴力 讨厌枪械 但骨子里 还是遗传了夏福特家族的基因 一个司机 对小夏比划比试的手势 小夏便拍下了对方的车牌 利用权限直接把司机的驾招吊销 这才满意 这天早上 小夏接到了母亲的电话 她的发小卡姆 昨夜死于哈林区的街头 警方调查后 得出的结论是 吸毒过量而亡 可小夏并不相信 卡姆是一面退伍军人 早已戒掉了毒瘾 而且还和别人成立了一家互助会 专门帮心里有问题 和有毒瘾的军人 走出困境 而且昨天他们还见过 绝不可能吸毒过量而亡 随后小夏利用权限 黑入了警方的法医系统 调去了卡姆的事件报告 然后来到了发现卡姆的哈林区 经过打听 找到了附近最大的毒贩 天真的想打听 关于卡姆的线索 可这种事 人家怎么会说呢 不出意外 线索没有 小夏则被暴打了一顿 在医院工作的发小萨拉 帮小夏处理了伤口 小夏 萨拉 卡姆 三人从小青梅竹马 萨拉也很关心卡姆的死因 看过了小夏提供的事件报告后 作为医生的萨拉 立即发现了问题 卡姆体内的毒品浓度过高 足以杀死十个人 明显是有人给卡姆注射了过量的毒品 得知这个信息后 更坚定了小夏调查卡姆死因的想法 但自己再去毒贩那里 显然是不行 于是他想到了一个人 没错 他的父亲 哈林区一爸 夏福特 父子俩的第一次见面并不愉快 小夏埋怨父亲 抛弃了他们母子俩 而夏福特对于小夏的这种娘炮状态 非常的失望 直到听到小夏扭扭捏捏地说 找他帮忙时 夏福特一位儿子 把那个姑娘的肚子给搞大了 高兴地感叹 小夏终究还是夏福特家的种 却得知 小夏是让他帮忙调查案子 不由得有点失望 不过 在看过案件的资料后 夏福特感觉 此事可能和千面邦有关 他二十多年来 一直在寻找千面邦的老大 以报当年妻离子散之仇 只可惜 千面邦早已隐藏幕后多年 就在他犹豫要不要结实 突然发现 小夏的额头被人打伤 得知是毒贩所为后 不由勃然大怒 虽然小夏有点扭捏 但什么时候轮到别人关交了 当即驾车 风驰电车地赶到了毒贩的窝点 提枪上楼 赶放了小楼楼 动手打小夏的人 腿上还被打了一枪 毒贩的老大 听问小夏是夏福特的儿子后 立即落荒而逃 夏福特提枪在后 不慌不忙 一枪逼停了一辆货车 毒贩慌乱之下撞倒在地 夏福特上去二话不说 直接遮断了对方两根手指 然后从对方口中 问出了卡姆的信息 卡姆以前倒是经常来 但是加入护助会 戒毒以后 就再也没有来过 也许应该去护助会 问问情况 临走时 霸道的夏福特还让毒贩 赔偿了一百美元 理由是 他的大衣在揍毒贩时 被弄脏了 额 这作风 难怪会被前面帮电击 也让小夏刷新了三观 接着 父子俩来到护助会 询问情况 护助会 使卡姆和三个战友创建 他们把阿富汗美军 各种损坏的车辆 运回国内 翻修后出售 所得的利润 用来维护护助会的运作 可前段时间 卡姆因为一个穆斯林的女孩 已经退出了护助会 此日 父子俩和电击事情进展的 萨拉三人 找到了那个穆斯林女孩 却仍然没有得到 什么有用的信息 还因为暴露了FBI的身份 被女儿的父亲 清真寺的教长赶了出来 小夏知道 最近FBI 就在密切监视这座清真寺 而且清真寺 还在建造一所 规模不小的少年中心 那么钱从哪里来 卡姆的女友是教长的女儿 这其中又有什么关联呢 小夏黑进了 清真寺的网络系统发现 一家名为梦幻的超市 直接向清真寺 汇宽了50万美元 这和其他一百元位 单位的捐助相比 十分的可疑 而且对方还不是 什么大企业 两人立即找到了 这家超市的女老板本妮 小夏本想以德服人 结果 还是夏福特出手 控制了本妮 但对方声称 这只是正常的捐赠 他就喜欢为社会做贡献 两人也问不出什么所以然 不过 夏福特总感觉 本妮有点眼熟 排除炮友的关系后 他很快找到了本妮的资料 原来本妮是 千面帮老大的女人 难道本妮是在 帮千面帮洗钱吗 那么这一切就都串了起来 亲针私从阿富汗 用回毒品 交由千面帮出手 本妮则负责联络和洗钱 而卡姆正和教掌的女儿交往 也许是发现了其中的交易 才被杀人灭口 不过 他们现在还需要证据 夏福特立即准备 去监视本妮 结果被小夏嘲笑 他过时了 原来小夏在挨打时 已经偷偷在本妮的办公室 安装了摄像头 他们只需要明早观看录像即可 而最近小夏和萨拉 因为卡姆的事频繁接触 而且两人从小就互有好感 终于开始了第一次的正式约会 而夏福特这边 白天从小夏那里 得知前妻要相亲后 非常的不爽 当晚就跑到了约会地点拆台 多年不见 两人是见面就吵 互相嘲讽 就在此时 夏福特发现有多名杀手 已经围了过来 旧日重现 夏福特暗倒前妻 和杀手爆发了枪战 很快 即便杀手被全部击毙 前妻也崩溃了 每次见夏福特就倒霉 这是他带着儿子离开的原因 儿子 小夏 夏福特慌了 儿子又危险 他立即持向 借了嫌弃相亲对象的车 朝小夏那边赶去 小夏这边 果然遭到了杀手的袭击 小夏虽然平常看起来不咋地 但关键时刻不怂 他一把抢过了萨拉的手枪 展开了反击 小夏的英勇 萨拉看在眼里 看他那爱了爱了的表情 小夏绝对游戏 他是讨厌枪械 但作为FBI的一员 基本功绝对优秀 解决完杀手后 小夏从一面杀手的身上搜出了手机 通过监控以及回报电话 确认了本宁就是幕后的黑手 而且还从手机里发现了运输毒品的信息 夏福特前期赶到后 在前期的眼神威胁下 夏福特建议小夏把证据交给FBI 彻底脱离这件事 然而FBI逮捕了校长搜查了清真寺 却没有查到任何贩毒的证据 反而还被大众指责告中族歧视 让FBI的领导颜面扫地 小夏被直接停职 而夏福特这边却有了新的线索 此前在互助会时 他就发现一个小伙子眼神不对 便为托道上的朋友调查 朋友查到 本宁正是那个小伙子的亲戚 看来 运毒的不是清真寺 而是互助会 有了确切的线索 找到千面帮的老大 也是迟早的事 这一切正好被小夏听到 他才明白 夏福特一直在利用它 只是为了调查千面帮 这让他非常的失望 纷纷离去 不甘心的小夏带着萨拉 来到了互助会 准备独自调查 果然在里面发现了大量的毒品 小夏急忙用手机全部录了下来 此时 互助会内部也发生了分歧 那个小伙子 对于莎斯卡姆心怀愧疚 一直想去自首 但剩下的两人 怎么会因为他人断了财路 当即射杀了小伙子 这一切都被小夏露了下来 然而慌乱的小夏离开时 发出了声音 被对方发现后遭到了追杀 其中一人 从监控里发现了萨拉 便劫持了萨拉 威胁小夏交出手机 关键时刻 夏福特开车冲了进来 可对方人只在手 不自然只能眼睁地看着 对方劫持萨拉 逃离了现场 而后 夏福特也解释了 为何他会如此在意千面棒 多年来 他从不敢去见小夏 就是为了防止千面棒 对母子俩下手 只有解决掉千面棒 他才能光明正大地和妻儿团聚 父子俩病逝前前 复判了整个事件 呼助会用孙怀的车辆 从阿富汗运毒 交给千面棒出售 本尼泽负责联络和起钱 卡姆不同意这么做 也不会接受赃款 于是呼助会 便把钱打给了清真寺 可卡姆依然不接受 最终 被呼助会的几人杀害 清真寺对这一切是一无所知 现在 萨拉很有可能 被带到了千面棒的老巢 随后 两人来到了夏福特老爹的主处 想找点武器装备 老爹还想矜持一下 说自己都是用拳头解决 然而知父莫若子 夏福特直接打开了老爹的宝库 里面又足以装备一个连的武器 在得知孙媳妇 本人欺负后 老爹更是找到了出手的理由 就这样 祖孙三人根据萨拉手机的定位 杀到了千面棒的老巢 打运前台 入侵监控系统 做了个监控假象后 便乘坐电梯上楼 结果到中间 网络出错 小夏搞的另一套 失效了 千面棒已经从监控 发现了三人 然而当电梯打开 千面棒的人朝电梯疯狂射击后 发现被干掉的 这是一个小楼楼 正在这时 祖孙三人从天而降 冲破玻璃幕墙 杀了进来 不过小夏这操作 稍微有点拉垮 究竟无限的也杀入了屋内 小夏直奔护主会的人 结救萨拉 老爹和夏福特 则互相配合 清理小楼楼 期间 老爹还不忘耍诈 说好的公平决斗 结果 很快 祖孙三人 清理完小楼楼 救出了萨拉 可此时 千面棒的老大 不知从哪里冒了出来 持枪指向了夏福特 随即又指向了小夏 原来当年 夏福特搞掉他的集团 让他失去了宝贵的东西 他排除了三个杀手 目标本来就不是夏福特 而是夏福特最真实的东西 小夏 现在也依然如此 说完便扣动了扳机 夏福特飞升挡住了子弹 老爹飞到扎伤了对方 然后夏福特快速开枪 干掉了对方 20多年的石头终于落地 中枪的夏福特 也支持不住 陷入了昏迷 好在经过抢救 成功脱离了危险 故事最后 本营和相关人员被绳之以法 小夏因此 收到来福比爱总部同事的热烈欢迎 不仅顺利复制 还连升了三级 但小夏拒绝了好意 他要加入夏福特私人侦探所 一来 他替内有夏福特家族 拿放荡不计的DNA 二来 外部的威胁解除 祖孙三人 终于能光明正大地成奸除恶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好了 别忘了点赞准备关注 下期再见 Goodbye